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凡是你所做的一切 都会反弹到你身上 这佛法为什么每一次 在诵经结束 禅修结束 持咒结束的时候 都要干嘛 回向 大家记得吧 无论你做什么法会 也在自己独立的修行 做完的话回向 回向是什么 回向就是一种反弹 一种反作用力 当你回向出去的时候 整个法界再反弹回来 所以其实你是最大的得益者 你是最大的受益者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回向 回向是蛮重要的 大家想一件事情 给大家一个问题 如何让一滴水不干枯 在沙漠中 非常干燥的沙漠中 如何让一滴水不干枯 大家思考一下 什么不干枯 好了 告诉大家答案 让这一滴水流入大海 不会干的 流入大海就不会干了 回向的意义就在这边 如果你做任何修行之后 总是要求这一点点的功德 回向给自己 那么你这一点点功德 马上用尽 耗尽 用光 就这么一点点而已 可是如果你懂得回向 你让这么一点点的功德 回向到整个法界 让所有众生享用 让整个法界 都同感到你的福德 那不得了 你是将这么一点点的功德 融入到整个法界中 整个法界与你同在 他整个反弹 你给法界这么大 法界就给你这么大 反弹回来 你知道吗 就连这个secret secret就是 前几年发行的 一本蛮有名的书 它就讲 吸引力法则 你发出什么样子的 哪一种品类的念头 相应回来的吸引回来 你发出善念 整个法界反弹回来 全部是善念 你发出恶念 反弹回来 全部是恶念 比如说 你一直在那边想着 这个 我不要负债 我不要负债 但 重点不在于你不要负债 重点在于你发出了这个念头 负债的念头 所以你的债会越来越多 所以真正聪明的人 是不发出这种负面的念头 你虽然不要这种负面的念头 但是真正不要的话 你是不要发 不要有这种念头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边说要感恩 你所给予的都会回到你身上 为什么要感恩 你如果给予感恩 所有感恩发出去的这些力道 全部会再回到你身上 凡你对别人所做的 就是对自己做 不管你对别人做了什么 那个真正接收的并不是别人 而是你自己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边一再一再的强调说 你要懂得感恩 饮水思源 永泉一爆 我们今天任何的成就 不是单独靠自己得来的 佛法讲因缘生因缘命 今天我们的成就 绝对是纵缘合而生 父母兄弟姐妹的支持 老师的教导 还有尤其是你上了大学之后 你接触到不同样的这种奇才 他暗中帮助你 他助你一臂之力 他让你更上一层楼 也许是一句话 也许是送你一套书 种种 他都是帮助你提升 所以我们要感恩的太多了 还有我们在大学里头 或者在研究所里头 走在社会上 我们有时候需要人家资金的帮助 不管别人对你资金帮助 一丁点 奖学金给你一些 或者是给你很多 这要感恩的人太多了 所以你看 这都是众缘所成 绝不是一个人的力量 所以要感恩 同样道理 当你给予他人的时候 当你为别人付出的时候 那个真正获利的也不是别人 而是你自己 所以真正获利者 永远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不是说吗 吃亏就是占便宜 不要以为你付出很多很吃亏 不是啊 真正获利的是你自己 你赢得人心啊 各位你知道吗 在很多的有关教导人际关系的 这个善巧方便世间学里头 他们教你怎么达到最大的利益 教你怎么获取最大的利润 里头一个很重要就是 不要以为你盘算得很精准 就是获利 吃亏就是占便宜 你如果永远只是想要利益别人 想到帮助别人 想要让别人感受良好 那么真正你获得良好的感受 这是很奇怪的哦 很奇怪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反面思考 不要再用世间那种厉害得失的思维 当你带给别人欢乐 你就会得到欢乐 当你带给别人祝福 你就会得到祝福 所以这是一种反作用力 你给别人的其实就是给自己 有一个农夫啊 他的玉米品种每年都获得冠军奖 别人也希望自己的这个种子 可以获得冠军 希望自己玉米种出来是冠军 可是好像都没什么用 每个农夫都非常吝惜将自己的品种 跟他人分享 结果就是种不出好的玉米来 可是这一位每年得冠军的农夫 他是怎么样做的呢 他非常大方 他说我对别人好 其实是对自己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总是让自己的玉米的品种 让风吹到其他地方去 为什么 如果他旁边的这个玉米田 品种不好的话 那么风吹过来的时候 他的好品种会跟那些坏品种混杂 混杂之后呢 种不出好玉米来 所以他就不练习自己的品种 让风将他的种子吹向各地去 所以他旁边呢 他旁边的玉米田也都是好品种 好品种跟好品种在一起 结果种出来的这个玉米 越来越好吃 年年得冠军 所以各位 为什么回向时候 要回向法 向法界一切苦难 为什么我们要感恩所有人 要感恩这一辈子 来帮你的所有人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懂得感恩 懂得回向整个法界的时候 其实真正帮助的是你自己 你想想看 如果你只是把自己的家里 打扫干干净净 结果一走出你的家门 旁边全部是垃圾堆 请问这有干净吗 你是在当鸵鸟 把自己的头啊 把自己的头啊 那个放到沙子里面 以为什么事都不用 什么事都不用紧张 明明啊 狼啊 或者是豹 狮子已经要来咬你了 你只是把头 放到沙子里面 当鸵鸟 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哦 所以 真正解决问题 是要整个法界都清净了 整个法界都问题解决了 你才有办法真正快乐 你如果只有自己快乐 别人不快乐 你没办法真正快乐的 试试试想想看啊 如果你把自己的家 打理好好的 旁边发生火灾 火灾会不会拨击你的家 你的家会不会被烧光啊 是有可能的 所以为什么 要将法界 都 为什么都要让整个法界快乐 让整个法界都清净 道理就在这边啊 所以 这是很重要的 快乐最好的方法 就是多做好事 为什么 当你多做好事的时候 别人受到帮忙 他们也会快乐 当别人快乐 你才能真快乐 如果别人都在痛苦 只有你在那边独乐乐 独乐乐不如种乐乐 你自己快乐 别人在痛苦 你会受到整个大环境影响 因而痛苦的 你没办法真正快乐的 试试想想看 旁边的人都紧张兮兮的 每天工作压力大 愁眉苦脸的 只有你在那边笑 你笑得出来吗 但是如果你在不单的环境里头 不单这个国家 堪生快乐指数很高 每个人都在快乐 你能够痛苦起来吗 你痛苦不起来的 你能够愁眉苦脸起来吗 别人都在笑 你绝对跟着笑的 所以重点是在你周遭环境 整个法界的环境 所以整个周遭环境改善好 整个法界的环境改善好 你就好了 所以重点在这边 好 那对别人好就是快乐 也是送给自己最好礼物 所以第一 要感恩给你机会的人 各位 你今天踏入社会的第一步 你是谁给你机会的 或许你现在已经 飞环腾打趴得很高 担任总经理 副总经理 甚至你更高当董事长 当初是谁给你第一次机会的 以及后来是谁给你机会攀升的 哎呀 这些都要感恩了 如果没有第一个人给我机会 走出社会的话 那么 我们后面接连 接连发生的这些事情 恐怕就不是这样子了 所以我们永远感恩 给自己机会的人 我们感恩别人给我们机会来工作 不要以为说 这个薪水是我应得的 如果别人没给你机会 你连这些薪水 连最后这个攀升上去的 都没有了 通通没有了 所以很重要的是 感恩给我们机会的人 第二 感恩给我们智慧的人 要的人给你工作 给你面包吃 让你有薪水拿 可是呢 不一定让你得到智慧 你也许在这里头 只是能够享受到一些物质的生活 我们说生活品质提高 事实上都是在讲物质生活 而已 很少人注重到精神生活 所以能够走在精神生活上的人 他越来越有智慧断烦恼 那么要感恩那些给你智慧的圣者 那些感恩那些宗教师 感恩那些法师 感恩那些给你智慧 给你真理的人 是他启发了你 能够让你觉得说 我这样工作 努力工作 一何在 我是不是就这样子 过了一辈子 过了一生 我感恩这些给我智慧的人 让我知道说 我这样工作下去 我活的是有意义的 否则 为谁辛苦 为谁忙 有一个在家居住很好笑 他跑了很远 去学佛 跑了很远 坐车要坐一个多小时 坐车走路这样一个多小时 回去要在一个多小时 回去的时候 十点多 回到家都十一点了 他走在马路上的时候 就讲了一句话 哎呀 为谁辛苦 为谁忙 你看 如果 没有人告诉你真理 启发你的智慧 你工作 你一整年工作下去 你会这样问自己 为谁辛苦 为谁忙 所以 这边 也要感恩给你智慧的人 他让你的心灵 有一个依托 我们认为说 父母是我们依靠 丈夫或妻子是我们依靠 小孩子是我们依靠 财产是我们依靠 事实上这些都不是依靠 为什么 请问你死亡的时候 带走哪一件事情 唯有业随身 你没有带走任何事情 只有业随身 你下辈子投胎 不是靠你这辈子的 这些钱啊 名为 名声啊 财产啊 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 你都没有靠这些 你靠的是你的业啊 所以说 今天我们在生命的旅途中啊 已经被启发 有所开悟 这个才是真正的依靠 心灵有的依靠 为什么 因为你死亡的时候 是靠着这些 靠着你的福德 靠着这些业 去投胎的 所以 大家知道 为什么要感恩那些 给你智慧的人了吧 要很感恩啊 第三个感恩要感恩什么 感恩一路上陪伴你的人 在这条路上 我们说 你挂挂落地 一个人下来 走的时候 一个人走 好像是孤独 可是实际上 在你一辈子的生活中 有没有人陪伴着你 有啊 实际上还是有人陪你 小时候父母陪你 这孔子讲的啊 他就搞不清楚 为什么人服务上啊 要一直剪掉 剪掉一些年数 他说 难道人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吗 为什么父母 小时候把你抱在这个怀里 抱三年啊 三年这样一直抱你 让你长大 那为什么父母走的时候 就不能为他手上三年呢 他一直无法理解 所以你看我们 有没有人陪伴我们 小时候父母陪伴我们 长大之后 你的知己 或者是你的另一半陪伴你 有的甚至陪伴到终老 这些人要不要感染啊 要啊 那你说 那师父 出家人呢 出家人没有另一半人 谁陪伴你啊 佛法陪伴出家人 这个佛菩萨阿罗汉 陪伴修行者 你也许是在家就是单身 你也没有结婚 那是谁陪伴的这些修行者呢 就是佛菩萨阿罗汉们 以及圣贤书 这些圣贤书陪伴着修行者 过一辈子 所以对于修行者而言啊 他要感恩的是这些 佛菩萨阿罗汉圣贤书啊 那你们有家世的 要陪伴跟你在一起这些人 要感恩他们 佛法陈我告诉你 他是可以选择离开的哦 多少人啊 他是这个家庭最后破碎 妻子跟人家跑了 自己长得五官阴婷 五官都蛮英俊的 蛮俊美的 可是另一半照样跑掉啊 还是有啊 所以 要感恩啊 感恩给你机会的人 感恩给你智慧的人 感恩陪伴你一生的人啊 我们要渐渐啊 让自己在年岁里 我们有了一点年纪 少了一些脾气 各位 年纪越大脾气要越少哦 这样子你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长者 否则人家为什么尊敬你 你看我 我真的是有感觉这样 有一些老者 我一看就很尊敬 我非常祥和 他就是一个很有智慧 很温和 很祥和的一个老人 这种老人 我们一看就值得尊敬 可是有的老人不是啊 有的老人一看 我们不会起出敬畏感啊 你们不觉得怎么样啊 他觉得他 怎么还是这么多的坏习气 所以各位 你年纪又长一岁了 自己脾气有没有少一点 要渐渐明了啊 有些事情啊 是可以懂一辈子的 有一些事情啊 有一些事情是要用一辈子去懂的 像真理这件事情啊 要用一辈子去懂去追求 那有一些 有一些事情是你一下子就懂 而且可以用它一辈子 这些我慢慢要去了解 那如果你爱生气的话 绝对会影响到你的寿命啊 所以根据生命的受限啊 人可以分为六种 大家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种 有六种啊 经常自己早气生的人啊 叫做小心眼的人啊 那你大概只能活五十岁啊 五十岁哦 我说你现在基本超过五十岁的人 不错 你已经越过这个门槛 第二个啊 经常让别人生气的人啊 叫下人 第一下的叫下人 这种人啊 活六十岁左右 各位看看自己有没有活六十岁啊 如果你超过六十岁 赞 你又越过这个门槛了 第三种人啊 是自己经常生气 也经常气别人的人 这个叫什么 叫俗人 这种人啊 大概活七十岁左右 各位看看自己是不是七十岁了 如果你只有五六十岁 你要加把劲哦 为什么啊 你最好能够啊 再把自己脾气 再降低一点 迈向七十岁大观 每一个十岁啊 每十年啊 你受命就面临一个关卡 大家加油啊 第四种人是什么 经常让别人生气 自己却不太生气的人 这个叫什么 叫伟人的 已经是伟大的人了 这种人可以活八十岁左右 已经不错了 所以这边啊 不是教你什么健康饮食方面 纯粹教你从脾气方面下去改 你脾气改一改 这个自己啊 这个没有称恨心 多活几年 第五种人啊 是 不论别人怎么生气 也能淡然相处的人 这种人叫做高人 这种高人怎么样 在活九十岁左右了 可以活到九十岁左右 所以各位 你九十岁了吗 如果没有的话 记得学习这种方式 无论别人怎么对你 你都可以淡然处置啊 第六种人啊 哎呀 这已经不是我们 我们的境界了 我们要向这种境界学习 从来不弃别人 自己也不生气别人 再讲一次 从来不弃别人 自己也不生气的人 这个叫什么 叫做真人 真人可以活到一百岁以上了 这是第六种人 所以我看有的人啊 已经活到一百岁以上 那是人类啊 我们的国家都会把它当作国宝 人类啊 那你能不能当成人类呢 能不能值得人家尊敬呢 就看看自己的脾气 有没有改到那种很圆满的境界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向佛陀学习 无贪嗔痴 大家看见你啊 人见人爱 都想跟你抱抱 就是觉得你好温暖哦 跟你抱就好温暖哦 大家看到你就觉得说 哎呀好棒啊 跟你学习哦 希望大家也可以达到这种境界 那么就值得人天礼敬了 阿弥陀佛